哈喽大家好,这里是大叔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格斗游戏 三国志武将争霸 咱们直接开启武将争霸的模式 可以选择的武将包括五虎将 取火王,下后蹲下后渊 取出点围 吕布,曹操还有战士 这个战士是谁呢,就是普通的小兵啊 招式比较少 吕布的技能 飞行道具突进剂 这个拳呢是生龙安全 还有一招呢是从天而降的长法 下上脚 给大家演示一下连续剂啊 跳跃攻击 落地攻击突进剂 然后呢 剂一个生龙拳 这招应该叫旋风拳 如果你发动突进剂的时候 离对方比较远 这个旋风拳可以打两到三下 这招是超杀 这个超杀呢 每个人都有啊 它是近身状态下使用的 需要消耗一整格的气 大概能打半格的血吧 那另外呢 吕布还有一个超杀呀 就是它飞行道具的加强版 扔出去的飞行道具呢 比普通的要大 而且呢 可以把对面的飞行道具打掉 攻击力也比较高 这是下后蹲啊 战场是赤壁 好 这边应该是晕了 生龙 吕布还是比较好用的 尤其是它这招生龙呢 它不跳起来啊 所以在角落可以连上好几下 那另外还有一个模式呢 是统一天下模式 统一天下模式 只能用五武将 那如果你一个武将战败的话 这个武将的头像就灰了 后面的关卡呢 你只能选择上下 而且统一天下的模式呢 咱们打对面的话 对面不只有武将 还会出这种小兵 有可能一场 你只有一条血 你要打三个小兵 加上一个武将 难度比较高啊 武将争霸呢 你只需要打对面的武将就可以了 这件比较简单 也是许楚啊 武藏员 许楚的旗上写着许 许楚一看就是力量型的呀 他抓我 我其实呢 刚刚这两个机会啊 都想使用近身的那个超杀 哦 挨了对面一个超杀呀 但是呢 每个角色都有近身那个超杀 所以说如果对面也是满气的话啊 还是比较危险 因为毕竟AI输入指令的时候呢 比咱们手速要快啊 许晃 许晃拿了一把大斧 哎 这个设定让我想起了真三宫无双4啊 那其实给大家科普一个冷鱼是吧 三宫无双呢 初代 是PS平台的格斗游戏 不知道 哪些小伙伴玩过 这次距离太远了 所以我就出了一个重拳 真三宫无双4的虚幅 拿的就是一把大斧了 我野心勃勃啊 想在角落连三个拳啊 看看能不能实现吧 我想放个超杀 哎 防住了 这款游戏的原作应该也是到此平台的 现在是移植到了Windows系统 咱们进入了一个奖励关啊 这个奖励关是 这是射野鸡吗 看一下啊 哦 一个野鸡100块钱 不对 一个野鸡是100分 这个很便宜啊 射一只100 四星射了这么多 哎 超人 超人1000分 感觉这个有点射不准啊 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不是我的人设啊 我瞄得最准了好吗 黄中 天荡山 黄中呢也是比较好用 他的生龙啊 特别的正宗啊 晕了 这个距离呢 只能来两下 我们多试一下吧 看后面我能不能连上三拳啊 如果连三拳的话 真的是太爽了 一个远距离的重拳 这个下后 好 三个生龙 这个要求手速啊 而且要求你打点 时机特别好 好 这个大他吃了 点微 点微 点微应该是比较难打的 之前我自己试了一下一统天下的模式 点微真的是比较强 升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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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打出去啊 这个实在是有点难啊 关键手速要求太高了 他防不住了 这样看的话 曹操这个阵营 应该 下后蹲下后冤啊 上一个就可以 应该把文远啊 把张辽换上了 张和张辽至少也要上一个呀 张辽呢 应该更好一点 雨步 哎呦 打自己啊 这个战场是徐州啊 哦 打自己啊 狠起来自己都打 打自己的时候连上了三拳啊 晕了晕了 他应该是防不住了 刚才如果他用一个下上脚啊 应该能躲过去 但下上脚这招呢 我都想不起来用 哎 打我 其实旅步有一招 我没搞明白啊 就是这个升龙拳 怎么能打两段 AI呢 用出来就是两段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用不是两段 一个升龙之后 再接一个升龙呢 他也不是两段 然后按两个拳 也不是两段 我的天 刚才我超杀吃了一个 这个 这个好疼 这款游戏的偶然性 还是很高的呀 马超 马超呢 技能都是腿技啊 他是打下盘的 所以说我这个下上脚 打他比较好用 这都没晕啊 晕了晕了 升龙 打了一个perfect 我应该给马超一点 发挥的机会吧 刚刚第二个升龙 没发出去啊 这个大家理解一下 这个要求手速啊 实在是要求的比较 快啊 我现在很难达到 那个速率了 刚才呢 我趁着马超晕了 又用了一个超杀 这个超杀也就趁他晕了用 因为要近身 然后呢 下后前 拳和脚一起按 指令呢 经常输错 然后AI呢 又比我的指令输出的快 这个超人啊 出现了两次 都被咱们射到了 上下的就是射这些野鸡了 感觉这次我射的更多呀 不能生巧吗 这种事情 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啊 这个分数最后 就是一个排名的用处 也不讲命 也不增加人物的血量 格斗游戏嘛 就是这样 三野 三野这个形象 还是很像的 但是呢 五虎将里边 最难用的 就应该是马超和三野了 其他角色呢 都可以在角落突进界 然后接一个生龙 那张飞的话是没有的 好 接了三个拳啊 所以张飞是一个弱象 那五虎将里边再有不好用的 就是马超了 因为马超的生龙啊 也是在地面不起来 感觉性能不强 比较好用的就是赵云 黄中 还有关羽 好的 又一个超杀 这个超杀啊 大概能打一半的血 伤害其实非常高 因为张飞气也满了 所以说他不晕的话 我不敢用啊 夏侯冤 夏侯冤 这个旗是不是不对啊 为什么写着夏呀 这是不是应该写夏侯啊 这里应该是定军山啊 我本来想接三个 结果第二下都没接出去 我下上脚这招呢 破绽太大了 我打完他了 没等落地呢 就被生龙了 后面咱们打的最终boss是涛涛啊 我这个有点过分了 想接第四拳 那以我现在的手速啊 应该是接不到了 下来之后还挨了对面一个超杀 看我的血量啊 一个超杀掉了一半的血 关于 关二爷 华容道 这款游戏非常难能可贵啊 它是内置了中文的 而且呢 有中文的配音啊 人物放的招式 还有一些旁白 都是中文的 这点不错啊 关于的生龙啊 它的 对空那下攻击判定 出的比较慢啊 所以说被我下上脚打下来 他如果早点出那 出轻的 可能就把我打下来 所以说 轻的生龙啊 它也是有存在的必要的 最后我放了一个超杀 这个超杀呢 是飞行道具的超杀 几乎每个人都有两个超杀 赵云 赵云也是非常好用的 这个之前我玩 统一天下模式的时候 用的就是赵云当主力 技能比较多 对空 飞行道具 突进剂 而且赵云有一招下潜中间 就是他刚刚用那招 几乎在原地啊 向后一个小跳 然后呢 挥出一剑 这招攻击范围非常广 对面跳过来打你 你来一剑 基本上能把对面砍下来 轻角的话是向前突进 中角呢 就是在原地 这个判定和其他人的招式 都不大一样 中距离的话 我感觉是比较无敌的 打操操了呀 这操操怎么这么黑呀 哎 这操操 我感觉 本来印象当中啊 应该他挺菜的 我是吕布啊 我打架还能输操操吗 结果啊 后来发现操操技能的很多判定啊 非常诡异啊 还晕了 哎 抓我 这 这醒的也太快了吧 我的超杀 他也防住了 最后我才想起来 自己还有这招 吕布 升 升吧 开始 吐息了一下对面的套路 现在该咱们的回合 第三拳没有打上 他晕了 升龙 升龙 这下他就落不下来了呀 OK通关 咱们看一下通关的画面吧 这款游戏呢 制作的还算不错呀 比我前几天录制的 《格斗之尊》 超级斗士要强多了呀 不愧为三国时的武将之霸 那通关之后呢 还会给咱们一个分数排名啊 这样有一点像阶级了 那好吧 这样一款 三国制 武将中霸 就给大家录制到这 感谢大家收看 咱们下个游戏再见